月哥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月哥 16世纪末 日本正值战国时期 群雄歌剧 征战不息 各路豪强 都想占领京都 称霸天下 其中又以武田信玄 知田信藏 与德川家康的势力最大 1572年 信玄挥师进军京都 知田与家康联手主击 结果信玄击败了两人的联军 包围了家康的属地野田城 信玄起兵于甲斐山 骁勇善战 由战国第一名将之称 他弟弟叫信莲 兄弟俩相貌接近 信莲一直是哥哥的替身 有一天信莲在刑场上 揪下了一个和哥哥 长相神似的死刑犯 信莲想让他做哥哥的替身 哥哥觉得盗匪恶徒 不配做他的替身 死刑犯却指着他叫骂道 我只不过是个偷些小钱的盗贼 而你却功成略地 杀人如麻 信玄师寸片刻后说道 我的确是个罪大恶极之人 放逐了生生之父 杀死了亲生儿子 为了夺取天下 我不择手段 如今征战平起 必须有人一统天下 否则天下将会 世纪如山 血流成河 杀人外貌衣着几乎一样 信玄端坐与中堂 银武者分离两侧 白色的烛火 将信玄的影子印在了墙壁上 信玄觉得这个人敢直言不讳 或许是个可用之才 这天家城前来禀报 工兵已经切断了 进入野田城的水道 野田城内每晚都会传出 悠扬的笛声 借此稳固军心 如果今晚还能听到笛声 那就表明城内军心未散 如果听不到笛声 那就表示人心不安 攻破城池 便指日可待 闻听此言 信玄决定当晚在城外 涉座聆听 围城的士兵整个待旦 听着城内飘出的阵阵笛声 忽然间一声 沉闷的枪响 划破夜空 终将士一阵骚动 次日野田城外 士兵们在金色残阳下 班师回朝 将士们围城多日 却无功而返 军队里一片颓败昌凉 主攻欲赤的消息 不禁而走 士兵们也在窃窃私语 信玄的确被火枪击中 受了重伤 他召集亲信交代道 记住万一我死了 至少要保密三年 绝不可伸张 我军将士只可固守领土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如果谁敢违抗命令 擅自出兵 武田家族必将灭亡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思田很快就接到了 信玄遇刺的密报 他下了死命令 必须查清信玄 到底是生是死 家康府中也有飞马来报 信玄遭袭 开枪行刺的火枪手 火枪手详细讲述了 事发当天的经过 白天时 他看到信玄的手下 在城外设袭 他就猜想 可能有敌军的首领 要来听敌声 于是他做好方位标记 等待夜晚降临 结果他做了演示 精准命中了 同等距离的一颗小树苗 家康仍然觉得事有蹊跷 或许信玄有什么阴谋 此时城外荒山上 家城正带着信玄 秘密赶往京都 信玄遥望京都方向 仰天长啸后 倒地而亡 得知了主公的死讯后 家城们在一起商议 保密事宜 信玄虽然也是主公的替身 但他瞒得过敌人 却瞒不过自己人 此时营武者的作用得以凸显 但那摘下面具的一瞬间 中家城心里一惊 纷纷起身攻营 他们也难辨真假 次日 营武者模仿信玄 巡视军队鼓舞士气 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 志田和家康派出的密探 躲在乱死岗上 看得一清二楚 志田听到这个情报后 大为震怒 以他对信玄的了解 他绝不可能在破绳之际 突然收兵 所以他一定是非死即伤 倒地觉得假扮主公太辛苦 想趁夜偷些钱财后逃离 他在大殿中看到一只精美的大瓮 还以为里面装着金银珠宝 非力敲开以后 竟然发现里面装着信玄的尸首 吓得他魂飞魄散 首页的卫兵被惊动后 将他绑到了仲家城跟前 信玄大为震怒 骂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假扮主公 盗贼并不想沦为傀儡任人摆布 既然他不愿为主公尽忠 只好随他去了 按照信玄的遗愿 而自身奈狱将父亲的遗体 沉入周访湖中 家城们跪在湖边祭拜 被释放的盗贼一路未遂 片刻之后 志田和家康手下的密探 也来到木屋观察情况 小船窄着一口大瓮 驶入沉沉迷雾中 显得波云诡诀 真假难辨 探子们认为大瓮中装的 极有可能是信玄的尸体 盗贼听到探子们的谈话后 连滚带爬的跑过去报信 然而家城们却说 他们已经准备 向世人公布主公的死讯 盗贼深感羞愧 跪在水中不停的磕头 请求给他一次尽忠的机会 随后集市上贴出了告示 上书今早向湖神 敬献了一瓮酒 到了晚上 周访神社举行了庆功表演 银巫者 信联 圣赖和木僚们 都闻思不动的端坐于堂前 探子们看到后被彻底迷惑 他们坚信信玄还活着 祖公回府的那一天 府兵和家弟们全都跪地迎接 按照信联的指示 祖公在本殿受淫 小孙子竹丸一眼就认出 这个祖公不是爷爷 家城们赶紧打圆场 称祖公只是数月征战 疲惫不堪 容貌或许会有所改变 不信你可以上前看清楚一点 竹丸坐到爷爷跟前 银巫者忽然灵机一动 将头盔戴在了孙子头上 竹丸告诉大家 爷爷真的变了 我不怕他了 满他幕僚放声大笑 都以为是童言无忌 银巫者也非常喜欢竹丸 顺势将孙子抱在了怀里 事后信联告诉他 一顾祖公率性而为 你要记住并善于运用这一点 起居室里 世卫和小师们参拜了祖公 他们知道所有的内情 也会尽全力照顾银巫者 信联说我也知道 担任祖公替身的辛苦 要强迫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 并不容易 我也经常想要重获自由 然而影子是离不开人的 我是哥哥的影子 如今失去了他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他的一席话 说得台下小师掩面而泣 众人皆面露悲弃之情 银巫者言行出笔 举止轻挑 台下众人十分不屑 借着他收敛笑容 做起了抚须沉尸的动作 那情状好比是主公转世重生 引得台下众人为之动容 安排妥当后 一心人来到驯马场 信玄的座驾名曰黑云居 只有他一人能够驾驭 如果银巫者骑上去后摔了下来 恐怕会让人生疑 信玄就找了个借口说 主公大病出狱 不宜骑马 可今晚银巫者还要与嗜妾见面 恐怕更加难以应付 家臣就献祭说 主公大病出狱 不宜骑马 赢得众人大笑不止 晚宴时 嗜妾们发现主公的声音和容貌 都有细微变化 银巫者镇定自若 当他把所有的真相和盘拖出时 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是替身 都以为主公是在跟他们开玩笑 随后信玄宣布主公大病出狱 今晚不遗语 逝切过夜 银巫者有些怅然若失 离开时 他的影子不断变大变高 当年信玄率兵攻占了周方城 杀死了城主周方赖仲 后来信玄娶了赖仲的女儿 生下了儿子圣赖 圣赖的父母两家实则为世仇 所以他的地位非常尴尬 尽管他战功显赫 信玄生前也没有将他选为继承人 而是直接传位给了圣赖的儿子组丸 圣赖对于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他觉得父亲从未把他当儿子看 只是把他当作家臣 他的身份只是未来主公的监护人 如今还要认贼作父 谋师就劝道 主公的遗愿是身披铠甲 沉入周方湖底 就是因为你住在周方城里 他想在你左右辅助你 圣赖问道 为何他禁止我使用风铃火山四面旗帜 谋师答道 那是信玄主公的旗帜 禁止你使用是希望你超越他 把自己的旗帜立于天下 以你的战功和威望 那些家臣迟早会向你卑躬屈膝 俯首称臣 此时在信玄府中 银巫泽正和竹丸享受天伦之乐 竹丸问爷爷 为什么大家都称你为山 银巫泽并不知晓其中奥义 随心侍卫解释道 急如风静如灵 烈如火定如山 太平时主公就在府里 打仗时就会作争指挥 他的军队进攻时 首先有起兵像风一样发动快攻 再有步兵举起长矛 像森林一样悄然逼近 最后有起兵像火一样横扫敌军 主公在后方观战 像山一样屹立不动 家康依旧不相信 信玄会放弃攻下京都的良机 他决定来一招投石问路 出兵攻打信玄的属地郡和城 观察他们的反应 就能知道信玄是否还健在 胜来从周访赶回主公府中 与众木寮商议应对之策 新年事前交代引武者 只需点头称事 然后起身离席便可 然而胜来在明知主公是替身的情况下 想逼他显出原形 此时的影子已经有了人的灵魂 他除遍不禁 泰然自若 面对刁难 他沉稳地达到 不可妄动 要不动如山 生来感觉受到了羞辱 连夜车马返回了周方城 虽然引武者的应对聪明机智 但加特曼认为此风不可助长 以免他宣兵夺主 忘了自己替身的身份 深夜引武者坠入了梦魇之中 眼前是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 信玄的尸首破瘟而出 追赶引武者 把他吓得落荒而逃 然而当信玄转身离开后 迎武者又转而去追随他 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不可逾越的魂钩 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 当人消失以后 影子则陷入了无尽的困惑和迷茫 不就传领兵飞马来报 加亨已经攻占了野田城和长萧城 严夏正率军包围二渔城 深夜得知后 擅自出兵攻打高天神城 加特曼觉得这一招唯为救兆的战略 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但仅凭圣赖 攻城毫无胜算 加成们决定出兵保护圣赖 东勇主公风铃火山的旗帜 或许能将加抗下退 高天神城攻防战异常激烈 圣赖作为主将正在坐镇指挥 城外土岗上 银武者和信联带着主公的军队前来支援 信联交代银武者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端坐不动 圣赖看见后十分气恼 他觉得自己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就连父亲死后 自己也是他影子的附庸 所以他急于攻下高天神城 在那些家臣面前立威 看着阵前横七竖八的尸体 银武者感到有些心计 到了夜间战事愈发激烈 红色的火光伴随着阵阵枪向 敌军的一对兵马从侧翼突袭而来 烧兵中枪后滚下陡坡 近身侍卫急忙护驾挡在银武者周围 身旁不断有人中枪落马 银武者的心有些动摇了 身边的侍卫为了保护他 纷纷中枪倒下 敌人撤退以后 近身侍卫告诉银武者 敌人罢重新断坐一阵前 任凭天崩地裂 他也窥然不动 经过战场的洗礼 影子离人越来越近了 家康的大将冲到阵前 看到银武者稳如泰山 他心里直犯触 匆匆看了一眼后便下令撤退 将士们正准备前去追击 此时银武者怒吼一声 不要动 宛如主公附身一般 瞬间稳住了局势 高天神一役 让银武者变得自信满满 主婉天天追着他喊爷爷 他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即将结束 心连不由的感慨到 到时候伤心的可不止竹丸一人 有了本尊替身才有意义 本尊死了替身又会怎样呢 此时门外传来振振马尸声 原来为了讨孙子欢心 自信心膨胀的银武者 善自骑走了黑云鞠 可黑云鞠指认真正的主人 一下将银武者摔落马下 师姐检查伤情时 发现他身上没有作战时留下的刀疤 银武者的身份再也瞒不住了 此时天空下起了大雨 影子骗得了敌人骗得了自己 却骗不过一匹马 四位替众幕了 转交给银武者一些钱 作为酬劳 银武者恋恋不舍 他和竹丸有了感情 想再见他一面 伏兵们觉得他太放肆 扔着石头把他赶跑了 后来五天家族 魏信玄举办了张礼 对外公布了他的死讯 银武者因为十年竹丸 也偷偷跑了回来 家康得知真相后不发一言 知天听到消息后怒目言真 尽管气氛难平 但他仍然心怀敬意的 为信玄唱起了道曲 森赖掌握军政大权后 随即发兵长销 想要收复失地 行军经过周访湖边时 天边出现五彩红光 家庭指着天边的异象 告诉他 那是你的父亲 向你发出的警告 违抗命令 擅自出兵 武田家必亡 然而森赖刚愎之用 浩大喜功 他不听劝阻 执意出兵 天镇三年 志田和家康结为盟军 与森赖在长销城外展开决战 风铃火三位将领 自知武田家族亡以 他们已然心如死灰 银武者一路悄悄跟随 来到战场 就像影子追随主人一样 森赖发令后 风铃火三队人马 一次冲向敌阵 风铃两支军队 纷纷倒在了 隆隆枪火之下 眼前的战况 让三志营的将士们 军心大乱 森赖早已气急败坏 他不顾劝阻 将最后一支军队 送上了刑场 一阵阵凄厉的枪响过后 武田家的军队 几乎全军覆没 那一颗颗子弹 好像打在了银武者的身上 看着眼前尸横遍野 异常惨烈的景象 银武者痛心疾首 他一将生死置之度外 捡起地上的长矛 冲向敌阵 就像飞蛾蒲火般 慷慨复始 枪响之后 他倒在了地上 将军席早已空无一人 银武者身负重伤 满身血污 一头栽倒在河里 风铃火山的旗帜 倒下了 就好像他的灵魂崩塌了 银武者轰然倒下 弃绝身亡 他的尸首顺着小河 漂流而下 风铃火山的旗帜 与他擦肩而过 只有一步之遥 《银武者》是黑泽民 1980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耗资25亿日元 是日本战争历史片的代表作 尤其是著名的《长销之战》 黑泽民动用了大量的群众演员和马匹道具 《长销之战》被誉为冷兵器战争片的巅峰 当然影片最后 当然对武田家族军队进行了简制拍摄 看起来像是无脑送死 实则是一种对武田家族灭亡的夸张式处理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武田家族灭亡的导火索是影子的离开 为什么一个替身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看似是在讲影子 实则是在讲本体 并非是影子强大 而是信玄足够强大 它强大到成为了一种信仰 而这信仰就是一群人坚定不移所相信的东西 只要信仰不死 它就能够震慑敌人 它就能够安定军心 影子的存在就代表信仰的存在 那是一颗定心丸 高天神一战中 尽管影子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可因为有了信仰 每个士兵都坚信 这场战役绝不会输 而到了长销之战 信玄已死 信仰缺失 在战争开始之前 所有将士已然心生溃败 那一次次的冲杀 只是为了祭奠以示的信仰 所以如果要说 引武者真正的内核 是认为它其实是在以古玉京 王小了说 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 信仰不死 生命不息 王大了说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 只要精神不死 一个民族就会永远屹立不倒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